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进行讨论四项第五案 绘址国家知通安全科技中心设置条例案 本案经第一会期第十次会议决议 协商后再行处理 现在已经完成协商 请宣读协商结论 立法院党团协商结论 时间一百零五年五月三日 星期二上午八十 地点一场三楼会议室 协商主题 协商时代力量党团 尼废子国家知通安全科技中心设置条例 请审议案 协商结论 本案协商不成提报院会处理 协商主持人 苏嘉全 蔡其昌 协商代表 柯建明 吴炳瑞 陈廷飞 林德福 江启成 许淑华 徐永明 李鸿军 宣读完毕 好 那么因为协商已遇一个月 无法达成共事 依立法院执权行使法 第七十一条之一规定 由院会定期处理 现在进行广泛讨论 请林委员德福发言 第二请孔委员文吉发言 好 孔文吉 好 来 请林委员德福 因为这个有登记顺序 有登记顺序 很快 两分钟而已 苏院长还有委会各位同仁 我想整个资安中心 这个我们都知道 该不该会址 我想我们今天 这个当然在这里 一定要做一个 这个立场的一个表达 因为这个资安中心 这个我们立法院立法委员 决议提案会指资安科技中心 替代的方案 我想这个有没有替代方案 也没有 那中间在整个过渡期 有没有一些无缝接轨 目前来讲也没有 那这些资安中心 你只要会掉以后 这些人才流失 对将来整个台湾资安现况 会带来多少的冲击 我想这是未知数 所以说马上民进党要全面执政 全面执政 我想你一定要正视 整个国家资安的一个安全 那这个更不应该 这个法案整个操作影响到 整个国内资安的一个战力 我想这是关系到全民 所以说我们也呼吁 也具希望今天民进党马上要全面性的一个执政 执政以后还是要以 资安国安各方面作为为我们国人安全的一个考量 我想我很简单的一个表达 所以说这是我们今天的立长 谢谢 谢谢 林委员 那么我们现在请 孔委员文吉花园 那么报告院会在花园之前 扶岸停止花园登记 还有谁要登记吗 好来来那你赶快来登记 那我们两分钟之后停止登记 孔委员文吉花园 孔委员文吉花园 孔委员文吉不在 请黄委员昭顺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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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委员不在 请管委员毕临花园 主席各位同仁 国家治安中心 与法治面与现实面均不宜成立 这在本席开始启动监督之后 一路下来 感谢时代力量同仁 提了这个废纸案 这是非常重要 一定要通过的一个案 请大会予以支持 治安管理体系在台湾 利用我们选举 最如火如荼的时候 只通过资安中心组织条例 我们重要的法治体系 完全负之缺辱 它变成是一个没有母法的机构 一个没有母法 没有正当性的机构 它的权力走向 完全无法预测 整个法治体系 应该要包括 资讯基本法 资安管理法 在这两大法典之下 我们才知道如何的分工 这是一个完全在法治体系上面 没有母法授权 而掌握庞大的权力 不知这个权力 要如何发展的一个组织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如果这个组织 它在权责的功能上面 是健全的 那还没有话说 问题是 资安中心 它把政府 资安工作当中的三大项目 融为一体 属于政府机关 应该要有的 资安政策 属于政府机关 应该要有的 政府机关的 资安防护体系 这两者 是应该要把权力 放在公权力的组织体系里面 而属于工法人 应该要分工的 应该要着重的是 资安产业的发展 资安产品的认证 等等这些功能的分担 而今天 我们的资安中心 却把政府的政策 却把政府的资安的防护 以及产业的发展 以及扮演产品认证的工作 全部融为一体 在这个情况之下 它的组织就产生了 非常重大的困难 也就是让产业主导政策 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国家的资安政策 国家的资安防护管理 完全在一个董事会 由民间超过二分之一在主导 而监事会违法的任用 产业监事的组织架构之下 国家的安全负之缺辱 政府的功能跟公法人的功能 混淆不清 所以这个组织不能让它通过 林德福委员外行 听我说 绝对没有资安空窗期 为什么 因为国家资安防护的工作 目前在资策会的计福中心 我们的合约已经恢复到今年的年底 今年年底 如果我们的法治体系来不及见智 都还可以再续约 所以当我们废除了资安中心 绝对不会有资安空窗期 更何况团进团出的人才 让我们完全没有筛选的机会 这从何所起 一定要废止 拜托大家 谢谢王委员 现在请李委员艳秀发言 请李委员艳秀发言 请李委员艳秀发言 不发言 请王委员玉敏发言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我想有关于资通安全 是国家安全非常重大的一个重要的事项 所以如何去精进 它的整个组织的调整跟业务的推动 也是刻不容缓的 我在这边提醒各位 我们事实上立法院在104年 12月14号 三读通过了 这一个我们国家 资通安全科技中心的设置条例 我们行政院呢 是在105年 也就是今年1月20号 才正式实行 那一个法的设立 跟一个组织的设立 在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 我们用禁赴二读的方式 来提出废止 我只是要各位同仁 大家好好去思考 我们的立法有这么草率吗 我们要设置一个组织架构 有这么草率吗 当时可是经由立法院三读通过的 那这个全国人民会怎么看待 我们立法院来处理整个立法 还有行政院设立组织这样的一个作为 所以我想对于今天提出来这样子 要以禁赴二读的方式来废止 我希望民进党也好 时代力量也好 大家可以再更审慎的思考 为什么一个通过的法案 我们要经由委员会 大家好好来审理 然后设置 但是要废止呢 说废止就废止 完全不需要经由委员会 经由工厅会 大家再来做更广泛的一个意见交换 因为我必须再强调 资通安全其实是国家安全的重大课题 我们在处理类似的议题 我希望大家是可以非常审慎的 而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资通安全管理专法 事实上它的目的 第一个 它是让整个资安的法制更架构化的 另外一个也是让它的 更具备法律的位阶 来处理相关资安发展的一个方针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底下 我们要问的是 您今天提出的废止 但是做好配套了吗 您的无缝接轨在哪里 是不是有提出一套更好的做法 让我们国家的资通安全 其实是可以更缜密更好的做法 在没有相关配套的情况底下 我们现在贸然提出 而且用禁副二读的方式 说废止就废止 难道这对于我们整体国家的资通安全 是一件好事吗 另外一个 现行的这些资安人才 我们希望把它安排到哪里去 就要让它断层吗 就要让它走路了吗 然后就不希望 继续运用这样的一个人力吗 所以在处理这样一个议题 520其实民进党即将执政 我们希望民进党的委员们 大家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可以再更审慎 大家共同让国家的 谢谢王委员 现在请徐委员 永明花园 主席各位委员 大家好 一个不健全的法律案 可不可以废止 其实那正是我们立法院的职权 我们其实不是去不顾这个 所谓资通安全 而是认为 主管我国资安业务上卫法 资通安全管理法 未通过之前 贸然将负责我国资安业务之组织 自原先的二级管理 降级为三级管理制 有危害我国国家安全之余 所以我们的废止案 不是代表不重视资通安全 我们的废止案 其实更是其他委员所提的 你怎么配套的处理 我们认为 我国不应以行政法人之组织形态 推动国家资通安全科技中心设置条例 所称之业务 国家资通安全科技中心业务涉及 特殊敏感性之政府机关 资通安全防护工作 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之资通安全防护等 与行政法人之第二条规定 之所涉及公权力行使程度较低者 得成立行政法人 显有不符 也就是他的任务内容 其实是比较高层级的 按照目前这个资通条例 其实是有问题 资通国家安全科技中心设置条例 是有问题的 另外我国资通安全管理法 尚未三读通过 且科技部之执掌四项 并不包含资通安全业务 显见我国资通安全管理架构 仍待规划 不应在资通安全管理法三读通过前 贸然以行政法人之组织形态 成立资安中心 并由科技部作为其监督机关 所以我们的立场很清楚 这个废纸是为了要让他更完备 更完整提高他的层级 是代表时代力量党团 更关心台湾的资通安全 这个案子在院会 一个月前被国民党拉下来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没有见到国民党任何的论述 也没有在院会里面发起任何的讨论 结果以所谓 未经协商这个所谓 71之一条为理由 来进行杯葛 导致本来上个礼拜五 就可以通过了 到今天为止 才能去处理它 拖延这样的时间 是为了台湾的资通安全 还是只是义势的杯葛策略 我觉得这是国民党要讲清楚 说明白的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案子已经讨论非常久了 不是今天才发生的 就今天才看到国民党委员 踊跃发言 那到底这个发言了不了解 不关心国安安全 而是认为目前这样的安排 是有问题 是有疑虑的 如果要更完成的话 应该希望他的人陈迹 并在中央安全官方法 三十步步之后 再来继续讨论 我们希望 未来的新国会 多利用约会的言论 而不是利用这个规定 好 好 好 谢谢 好